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网友统计了最近的社交平台超话千道 流星是增幅最高的 流星是2011年快乐女生里面 人气眼朝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几辈的一位姐姐 她当年没拿冠军想必很多人都刷到视频了 当年她唱的老男孩走音了 因为她情绪很激动 所以导致成绩不好 最终第三名提前出局 这一季的比赛和2007年的加油好男儿比赛一样 先把第三名提前淘汰 而不是最终比赛完统一公布结果 这样的不好处就在于第一名的成绩不够真实 2007年是因为傅新波提前被淘汰 所以粉丝把票数投给了和傅新波关系更好的井百然 导致乔润良失去了当年的冠军 并且当年乔润良的人气一直都是第一 扯染了 2011年快女一样 刘欣先被淘汰 然后粉丝们有的提前离场了 有的把票投给了段灵溪 因为刘欣和红尘关系确实不好 所以段灵溪能拿冠军更多 因为是刘欣粉丝给的票 这就是刘欣当年的魅力和人气数据 再拉回到现在 刘欣原本去年就被邀请 但是她本人最后选择了让自己开心 所以没来浪解四 到了第五季终于回归了 也是时候了 毕竟这一季没有什么大咖压注 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 说不好还能拿个冠军 和杰也是网络支持人数比较多的 并且粉丝还在和尚文杰的粉丝对拼 以和杰的能力来说 必须稳稳成团 能不能成为冠军 就要看节目播出之后 和杰是不是有徐怀玉那样的效果 另外一位人气很高的姐姐是七威 一直以为七威只是一个会唱歌 也有过一些影视作品的普通姐姐 但是按照现在网络平台签到数来看 齐薇也是有自己强大的粉丝群体的 并且他之前在皮革上呈现过自己的舞台 大家对于他的舞台魅力都有了解 节目播出后必然人气有增无减 从整体的网络评论区 论坛讨论度 还有网络签到这些数据 看到了一位人气黑马姐姐 她是陈丽君 之前是真没太关注到过这位姐姐 在粉丝安利后 个人也仔细观摩过这个姐姐的作品 她确实有今年大火的意思 极大可能和去年的小美一样 成为一匹人气加实力黑马 人气和网络热议度现在就是这样 你们最看好哪位姐姐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